那目前我有掌握到嫌犯嗎 現在還在比對當中 那那個陳慶嫌犯是前日 就是中午的時候就是有媒體傳出 可能是陳慶嫌犯 那他又是活動嫌犯居民嗎 我們也不排除 因為也是我們查期 因為人因為大案的部分的話 還有相關現場的激震還在產生當中的話 一定要經過相關的比對 我們才能做確認 所以也是我們的積極查期的一個對象之一 可是他跟那個你的行程紀錄器 比對的人其實長得不太一樣 因為影像的清楚度也不見得 還是會有所差距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要確定的部分的話 才能去對外的說清楚 所以目前前景也沒有排除 對 我們還是在積極的追記當中 那還有掌握其他的前半嗎 還在比對 好 各位媒體記者大家晚安 那今天在本霞發生了 我們兩位員警的一個因公訓職案 那今天在我們各位所看到的 我們影像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巡邏車上的一個行車紀錄器 那現在我們警方跟著的 我們行車紀錄器部分的話 我們積極在追查這個對象當中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要透過我們的一個現場的激證 相關一個採證以後 來做一個相關的激證的比對 才能做確定一個嫌犯 那我們也針對我們的相關機制 自己在擴大調略中 你的記錄器當時我們說那個嫌犯 可能是哪一個人員警 他假接職了 你說是哪一個人員警 我們影視那個圖明層被勾脖子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有講過到顯辦嗎 現在還在比對當中 那那個陳慶顯辦是前日 就是中午的時候 就是有媒體傳出可能是陳慶顯辦 我們也不排除 因為也是我們查棄 因為大案的部分的話 還有相關現場激證還在產生當中的話 一定要經過相關的比對 我們才能做確認 所以也是我們的積極查棄的一個對象之一 所以他跟那個你的行車紀錄器 去比對的人 是不是長得不太一樣 因為影像的清楚度也不見得 還是會有所差距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要確定的部分的話 才能去對外的說清楚 所以目前前景也沒有排除 對我們還是在積極的追記當中 那還有掌握其他的檢辦嗎 還在比對 也還在比對當中 那今天請教一下 就是有沒有確定 就是有開槍嗎 有從外面射六槍進去承認嗎 現場是有開槍 但是是不是又有射到副問的話 那我們等明天的一個檢察官相驗以後 我們再做確認 訴求找到審貿網那邊逃逸嗎 逃逸的話現在我們是在偵查中 目前以影像來看的話是一個 目前我們有看到這種過患的可能嗎 這個要在關的監視器的影像來做釐清 那再跟請教一下 警方有受到槍傷嗎 還是就覺得是刀傷而已 醫院的部分的話是只有刀傷 那當然最後的結果要等請教官的相驗 請教協議,給我看 請教協議